大家好,我是爱折腾的小杰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如果你也爱折腾爱生活 记得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哦 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看到 我们每周更新的精彩视频 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 只需要4块钱 最大可以达到16A的输出 上次做平板外供电 为了达到大电流的输出 我使用了两个降压模块并联使用 这个模块最大输出是4A 两个叠加在一起就是8A 但评论区有粉丝推荐我中兴的降压模块 我就去查了一下 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输入电压8.3-16V 输入电压0.7-5.5V 最大电流16A 价格呢从几十到三百元不等 但是呢这东西有拆机的 拆机的只需要4块钱一个 但是它并不包油 那咱们就多买几个 我一次先买了5个 这样只花一个邮费就可以了 因为是拆机的嘛 它底下还有一个底板是焊在一起的 但我想测一下这个东西 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它的默认输出是0.7V 如果想调电压的话 需要自己加电阻 而且这个模块相关的参数信息 也非常的少 连卖家也不知道 全网呢只找到了这一份引脚定义图 然后又去听了一下 唐老师讲的这个模块 大家注意一下 它这个视频的时长有34分钟 我感觉我好像上了一节课 虽然讲的比较细致 但是时间是真的长啊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出一下 这个模块细致的玩法 刚上完课 学习完知识以后 感觉自己强的可怕 但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这个东西两层板在一起 分离也是个麻烦 我拿到天焊了半天 最终也没有焊下来 最后呢 还是简单的办法最实用 大力出奇迹 直接使用水口钳 把它剪断就可以了 要在两个焊点的那一侧剪断 另一侧呢 咱们直接使用大力把它掰断就可以了 要注意保护模块这一端的银角 最后咱们清理一下银角上 粘连的底板上的焊盘 模块呢 已经提取成功了 接下来就给它通电测试 看一下它的输出电流和电压 上电以后输出电压是0.75V 咱们随便拿个电阻 拿了一个26K的电阻 接上以后可以看到电压 已经变到了1V 于是呢 拿了一个2K的可调电位器 把它焊接上以后呢 咱们测试一下 现在输入电压给一个12V 打开电源 咱们可以看到 现在输出电压正好是6V 它这个模块最高输出是5.5V 现在已经超了 有可能是现在电位器组织太大了 刚才呢 是有一些虚接了 我重新接上以后呢 现在咱们重新调整电位器 通过调节电阻呢 现在的输出电压是在稳步的下降 因为我是要给手机或平板用 咱们的最佳电压是4.2V 现在呢 已经调到了4.2V左右 我现在呢是想测试一下电位器的组织 这样我可以换成一个固定组织的电阻 这样空间占用会更小一些 1790约等于一个1.8K的电阻 刚好我这里面有这个1.8K的 但这个电阻呢 我装上以后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我发现1.8K的组织装上以后 它不是1.8K了 变成1.5K了 这说明我们可调电阻呢 需要在板子上拆下了以后量 这样才更准确 又测了一下可调电位器 现在是2K 最后呢 我又一次把这个可调电阻焊接上了 接上负载仪看一下它在4V的时候输出功率能达到多少 顺便咱们看一下它的输出文波 空载4.1V的电压 文波是21毫浮 这个性能还是不错的 输入电压是12V 输出电压4V 现在的负载电流是4A 现在的文波只有14 13毫浮 现在继续上强度 电流达到了7A 电压呢 有所下降 是3.95V 有可能是线路的损耗 因为我这个线呢比较细 10A的电流有些跑不开 现在的负载功率达到了38W 负载液也开始启动风扇散热了 现在的文波只有16毫浮 因为模块的输入和输出单 我都没有加电容 现在10A的输出呢 模块已经有一些发热了 应该说有一些烫手了 介意大家使用的时候呢 也不要卡在16A那么极限的输出 保持在10A左右 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 如果却有大电流的输出呢 可以并列模块 或者是加散热器 但这个模块确实性能很强 这么小的体积能达到10A左右的输出 唐老师的课程里也讲了 说这个模块的设计呢 还是很优秀的 但是我查信息呢没有用它DIY的 我这期视频呢 就是给大家做出了这个成品 大家可以按照我这个 直接买电微器就可以 电微器呢 直接搜3296的电微器就可以 组织选择2K的 空间允许呢 就选这种长扁的电微器 调节电压会更方便一些 不需要工具 直接使用手钮就可以 如果大家看不懂前面的引脚定义图 我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接线方法 上面这个红色的线呢 就是输入电压的正极 这个引脚呢是负极 是一个公用的引脚 这个白色的线呢是输出的正极 输入和输出的负极呢 都在一条线上 这样也可以减少线路的损耗 白色线旁边的这个角位呢 就是接电阻的 就是调节电压用的 直接接电微器的其中一角 另外一角呢直接接地 可以看到最左侧的这个焊盘呢 它也是一个地线 这和前面那个黑色呢 是同一条线 都是接地的 当然这个可调电微器 也可以换成固定电阻 我们可以测量一下 自己所需电压的电阻值 将这个可调电阻换成固定电阻 就是一个固定电压输出了 4块钱的模块 16A的最高输出 确实是一个很香的产品 费了很多时间研究那个模块呢 就是为了给粉丝改这个平板用 这个是粉丝又寄给我帮忙改的平板 它这个尺寸是12.9寸 这么大的屏幕的用电量也非常多 所以我就要选择一个性能更好的供电模块 来保证打游戏的时候 高功率的稳定输出 这个平板呢是Type-C口 现在的输入电压是15V 功率在10W左右 上次我说这个模块的底板不好拆 大家说上加热台 加热台咱也有 放了有一阵子都落灰了 之所以没用加热台 是因为底下有很多电子元件 放到加热台上呢会凸起 这样就没法直接加热到底板 加热台温度设置到300度 咱们试一下 升温速度非常慢 发现自己忘挑功率了 设置到100W 温度现在已经来到了300度 底部的元件呢还是没法拿下来 然后我用烙铁把所有的电容全拆掉了 再放上加热 大概过了几分钟 银件已经发黄了 一提就可以提起来了 但这个时候模块的温度非常高 大家不要轻易的用手去摸 之后的呢我也没有焊底部的元件 直接烤 看能不能烤下来呢 已经掉装备了 放个面 咱们可以更方便的看到触点的位置是否发黄 好 现在触点已经发黄了 直接可以提起 看一下板子的底部 还有很多元件 说明加热台和板子没有完全贴合 也是可以起作用的 有了加热台 分层就非常方便了 几分钟就可以分层一个 这样要比我们大力出奇迹的方式更安全 有粉丝让我帮忙测一下 5V电压用多大的电阻 不使用电位器 使用固定电阻呢 它的输出电压就是固定的 还有粉丝问 这个模块是否有稳压功能 在输出电压变化的情况下 输出电压是否稳定 这里呢可以看到 从15V不停的下降 下降到11V 10V 8V 7V 通过测试可以得出结论 从8.3V到16V 在它的输出电压区间 是可以稳压输出的 咱们先测第一个电压4.3V 看它的固定电阻是多少 4.3V是比较适合于高压锂电池 它的满电电压是4.35V 这里说一下 这个模块是不可以直接给电池充电的 因为它没有横流的功能 但是我们用它来给平板或手机直供电 是没有问题的 想测量正求的电阻呢 需要先断开电阻与主板的连接 万用表打到电阻袋 这块模块4.3V的输出 需要电阻是1.92千欧 我们再焊回去测量下一个电压 这次我们调到5V 看一下5V的固定输出是多少电阻 现在是刚刚好5.00V 焊下电位器的硬件 5V的固定输出需要用电阻是1.44千欧 接下来咱们再测一下4.2V的电压 有一些老手机呢 它的锂电池还是4.2V的满电电压 做手机直供电呢 4.2V也比4.3V更通用一些 4.2V的输出需要电阻是2K欧 如果要非常精确的4.2V呢 就是2.01K欧 其实我觉得还是使用电位器更加方便一些 上期视频很多人说 电位器的第二角和第三角要连在一起使用 我也去查了一下资料 在没有特殊设计的电路中呢 第二角和第三角是否连在一起都是可以的 这一次呢 我的电位器焊接方向呢 是平躺 这样会更加的减小占用体积 上部呢就是输入电压 下部呢就是输出电压 这样大家会看得更清晰一些吧 为了满足平板的瞬间大电流用电需求 这次输出端呢 我给它并连上一个15法的法拉电容 上次的外壳就太小了 那咱也有办法 为了满足不同大小的法拉电容 我买了各种不同体积的外壳 这种住宿外壳呢 还是要比3D打印呢更精致一些 最主要是现在还没买3D打印机呢 因为现在来到三亚这边呢 发现冬天也挺冷的 晚上大概15-6度 所以还不确定能待多久 对比了一下体积 放进去一个15法的法拉电容 加一个模块 这个体积刚刚好 这款iPad 2020呢 一直没有改完 因为这几天一直在测试 这个模块最大可以达到十几安的供电电流 加上法拉电容的瞬间输出 按理来说完全可以满足平板的使用 但在大功率优电的时候就会出现重启的现象 这个平板在拆电池之前也有重启的问题 据粉丝说 它这个平板重启是因为换完电池以后才导致的 经过几天的反复测试呢 我已经排除了外供电的功率问题 我现在就怀疑这个副厂电池的保护板 它的帽似管功率不足 两侧的电池位置呢 我都接了导线 已经排除了单侧电池大电流线路压降的问题 这一次的平板改装呢 是12.9寸 是我改的最大的一个 也是我消耗精力最多的一次 反复测试呢 已经测试了将近一周了 但我相信最终呢 我一定会找到解决办法 再难的问题 只要我们不断测试 不断研究 最终都会解决它 就是这个研究问题的过程 真的是挺煎熬 看过往期视频的老粉应该都知道 之前的无人机遥控器锁电池问题 还有一些很艰难的问题 都被我解决了 让更多的人少走弯路 其实所有成果的背后呢 都需要付出很多的测试 很多的研究 而最煎熬的就是一次次的失败 对我们精神上的打击 躺在床上就会想下一次的测试方案 也常在评论区看到风凉画 直接查出电话也能用 为什么这么折腾 我也说过外供电有很多的优势 首先没有电池降低的危险性 平板的Type-C接口呢 我们还可以查一些外设 有部分特殊群体呢 确实有这样的使用需求 但它们不具备折腾的条件 我呢希望通过我的分享 可以帮助更多人解决他们的困惑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